大家好,歡迎收看TSNA新聞觀察Oncard 在東京奧運接近尾聲的時候 8月6日足球界出現震撼性的消息 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豪門球隊巴塞隆納宣布 他們將無法與阿根廷超級球星Leonard Messi完成簽約 Messi確定將會離開巴塞隆納 雖然在此之前我們就已經知道有此可能性 但是最後真的發生還是讓人感到震驚 從13歲起就加入巴塞隆納 在這支球隊待了21年的Messi 真的就要離開了 為什麼事情會演變至此呢? 這期節目我們就來討論這個話題 Messi去年就已經跟巴塞隆納鬧得不愉快 一度宣布他要跳脫合約 在對於合約文字解讀不同的情況下 當時原本有可能要走法律途徑解決此事 不過最後Messi還是選擇繼續留在巴塞隆納 走完原本合約的最後一年球季 當時Messi說他要離開的方法有兩個 一個是有球隊願意支付7億歐元 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另外一個呢就是高尚法院 但是他永遠不會跟巴塞對部公堂 因為這是他愛的俱樂部 這就是他選擇留下的原因 去年的這起風波呢 對今年的狀況或許沒有實際上的影響 但最後也造成Messi沒有提前與球隊續約的結果 而這份合約最終在6月結束時正式到期 也就是說7月他隨著阿根廷國家隊出戰美洲盃 最後終於生涯首度幫助阿根廷在國際賽贏得冠軍時 他其實已經無躍再生 但這時候Messi已經跟去年不同了 他並沒有要離開巴塞隆納的意思 而在7月11日阿根廷在美洲被奪冠之後呢 7月14日也傳出他已經與巴塞隆納達成5年合約協議的傳聞 未來似乎是如此的美好 不過巴塞隆納跟Messi都遲遲未宣佈正式簽約 最後巴塞隆納反而在8月6號這一天宣佈 Messi將不會繼續留在陣中 在足壇引爆了震撼彈 Messi從13歲就進入巴塞隆納 在這裡已經待了21年 2004-05年球季他開始在第一隊出賽 已經為巴塞隆納出賽778場比賽 贏得過10次七甲冠軍 4次歐洲足球冠軍連賽冠軍 6次金球獎 就算曾經有過許多傳聞揣測 現在這樣的事情真的發生了 Messi與巴塞隆納不再畫上等號還是讓人難以想像 巴塞隆納聲明中表示 儘管巴塞隆納與Messi已經達成協議 雙方簽下新合約的意圖都很明確 但是因為財務與結構上的障礙 官號西甲聯賽的規定而無法發生 因此Messi將不會留在巴塞隆納 雙方對於球隊與球員的意願 最終無法達成都深感遺憾 在巴塞隆納宣布死事之後的兩天 8月8號這一天 Messi在當地時間中午召開記者會 正式向巴塞隆納道別 他一走進記者會的會場就開始流眼淚 記者會中也不斷的室內頻頻哽咽 完全掩飾不出他難過的心情 不過據報導他在這場記者會召開之前 就已經收到巴塞聖日爾曼開出的正式合約 雙方基本上已經談好合約的內容 只剩下一些細節待處理 甚至已經開始安排他到巴塞的航班 安排他接受體檢 準備召開記者會等等 兩天後他正式來到巴塞 與巴塞聖日爾曼簽下了兩年合約 外加第三年的選擇權 正式批上巴黎聖日爾曼30號球衣 成為這支法國假期聯賽豪門的一員 在告別巴塞隆納記者會上Messi表示 他為了留在巴塞隆納已經盡了全力了 甚至還志願降薪50% 但是就如同球團所說的 因為他們的財務問題 因為西甲的財務規則 最終只能導致這樣的結果 那在此之前外界就已經知道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至少西甲主席哈貝爾特菲斯 就曾經多次公開的表示 巴塞隆納如果沒有改善財務狀況 可能留不住Messi 例如在6月22日 Messi與巴塞隆納合約即將到期的一週前 特菲斯就在接受訪問的時候表示 巴塞隆納現在還是超出薪資上限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留住Messi 但是為了留下他 他們必須在其他地方砍掉薪資 特菲斯在2013年成為西甲主席之後 在歐洲組總的財務公平競賽規則之外 額外建立起薪資上限制度 要求球隊保證財務的穩定性 薪資上限這個數字 主要是由各球隊自己計算 將預估的年度收入扣除營運所需的支出 以及必須償還的債務之後 可以用於支付球員教練薪資的數字 各隊將這些數字提交給聯盟 聯盟在審查過後會決定是否同意或者是做出修改 在這之前薪資上限並未對豪門球隊 包括巴塞隆納在內造成影響 他們一直都擁有全西甲最高的薪資上限 但是在2020年疫情影響之下 2020-21年球季 各隊薪資上限開始有大幅的下滑 例如原本薪資上限6.4億歐元 全西甲第二的皇家瑪德里 一下子砍了超過1.5億歐元 降到4.7億歐元 巴塞隆納原本薪資上限有西甲最高的6.7億 結果一口氣被砍了超過3億 最後降到只剩下3.47億歐元 所以新幾個球季的薪資上限還沒有公佈 但是已經有傳聞指出 皇馬會再被砍到剩下大約3億歐元 而巴塞隆納更慘 傳聞是說會被砍到剩下1.6億歐元左右 也就是說他們這兩個球季間 團隊薪資降到只有原本的四分之一 這裡不用是什麼財經專家 也可以知道巴塞隆納面臨什麼樣的困境 試想一下如果你月薪原本有4萬 結果被砍到剩下1萬塊 要維持平常的支出就會變得很吃力 因為薪資上限限制 而有可能不能註冊已經成為自由權的Messi 是早就知道的事 就像前面提到的 Tafex已經多次的警告過 當時有意見認為 近兩季薪資上限下滑主要的原因是因為疫情 停賽不開放觀眾進場這些措施造成收入減少 與借貸增加的影響 當然疫情被許多人認為是不可抗力因素 會覺得在非常時期應該採取非常措施 薪資上限相關的規則如果受到影響 應該可以放寬 許多其他的聯盟在這方面也都有因應疫情做出調整 例如歐洲組總在財務公平競爭規則這部分 就有針對疫情的緊急措施 其他運動也有類似的情況 例如美國資邦大聯盟就放寬了各球隊的舉在上限 當然也有人認為巴塞隆納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不光只是受到疫情的影響 過去幾年他們的經營方式都有問題 導致如今債務高達10億歐元 本季上任的巴塞隆納新球團主席 黃拉波塔也承認 他們有想到接手的球隊是財務狀況 比原本預期還要更糟的爛攤子 也有報導指出他們的債務中 只有10-15%是疫情造成的 其他都是經營不散的結果 例如球員合約中有非常容易就能達成的獎金 幾乎等於額外的保證薪資 而這樣的合約當然難以找到其他球隊願意接手 導致球團要賣球員 以球降低團隊薪資都很難做得到 這些都說明了巴塞的問題並不只是疫情 甚至可以說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疫情 而西甲薪資上限規定 原本就是為了要避免這種情況發生 要確保各隊有持續經營的能力而制定的規則 巴塞隆納自己也同意了這樣的規則 如果他們的經營無法滿足規定 那麼當然也要承擔後果 要注意的是西甲的薪資上限 並非是不可變動不可超越的數字 舉例來說上一季狂馬原本的薪資上限是4.68億歐元 後來西甲做出修正增加到4.73億歐元 那在梅西合約出現問題的這段期間 西甲跟巴塞隆納已經針對這些問題進行過交涉 但是最後顯然雙方無法達成協議 西甲不願意為了讓梅西留下而對巴塞隆納讓步 巴塞隆納也不願意為了梅西以及其他新加入球員的註冊 而接受西甲提出的CVC私人股權投資公司的投資提案 放棄未來50年的10%轉播權利金 最後導致這樣的結果 梅西離隊的風暴在他與巴黎聖日爾曼前衛之後暫時塵埃落定 但是對巴塞隆納來說事情還沒有結束 他們在財務上的問題並沒有因為梅西的離開而獲得解決 要怎麼把團隊薪資砍到1.6億歐元 在陣容心度大減的情況之下 還要維持賺錢的能力以償還負債 這仍然是他們要頭痛的問題 好以上就是本節節目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